继续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Fish真一 我是尤全 大家午安 接下来分享的第二则新闻 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新闻 是发生在上个星期的旧闻了 上个星期三 吉达州大臣莫哈默沙努西 正式公开向雪兰娥苏丹沙拉夫丁道歉 并承诺往后会顾好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会再口无遮拦地冒犯其他人了 回顾一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在去年的时候 沙努西也是国盟的选举主任 在去年的六周选举前的竞选期间 在雪州的其中一场政治演讲当中 疑似发表了侮辱雪州苏丹的言论 他在演说当中就说到 不断地赞扬吉达苏丹的伟大 并且说看大成就知道 绝对不会委任一名没有素质的大成 如阿米尔阿米鲁丁这般 那他的这番言论就涉嫌影射雪州苏丹 就有侮辱马来统治者的成分 雪州王室理事会就因此报警 沙努西就因涉嫌侮辱王室 而被控两项煽动罪 沙努西说他在2023年7月11号 在这场竞选活动上发表的言论 被指对陛下不见跟侮辱被控上法庭 他自己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意识到他的言辞引起了不适 伤害了殿下的情绪 对他的行为造成这些负面影响 他是深感懊悔 所以他也就道歉了吧 所以雪州王室在26号的时候 在脸书发文告就表示 我们已经接到了这封道歉信函 雪州苏丹沙拉福丁也接受了沙努西的道歉 只是他也再三的提醒沙努西 不要再犯了 不要再犯了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接着这事情就发展到了沙努西的辩护团队 就说我们既然已经公开道歉了 雪州苏丹也已经回应了 也已经接受了 那总检察署是不是要撤销我们的控状了呢 目前高庭是折定案件 在10月25号再次过堂 也还没有决定说 是不是要撤销沙努西的这个控状 所以优权事态发展至今 你觉得总检察署会不会 或者他应不应该要撤销他的控状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属于一种两难 如果是说要撤销控状的话 我觉得是立下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 毕竟这个所谓的法律的 庄严的法律 并不在于你原谅的某个人 这个法律就不应该去执行 就好像说我打了你一拳 突然间你告诉我说你原谅了我 但是其实那个始终还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并不能够因为受害人 原谅了这个所谓撕害者就加以结束 虽然我觉得其实这种私了的事件 在一个比较平民的社会当中 一些非常小的案件当中 有些警察局可能是比较希望 要这样子来解决 来减缓一些可能比较过后的后续 检控收证等等的一个议题 他未必是错 他在一些可能比较地方性的议题是OK的 但是如果他成为一种比较大的案件当中 可以出现这样一种处理方式 某种私了的一种方式处理 我觉得是对法律的一种不尊敬 这是一点 但是如果你不测控的话 我觉得始终我们还是要了解一点 虽然我们对沙努西的口不遮拦 是非常的不满 但是提控他的是煽动法令 或者他们是用煽动法令 这条法令来去提控 煽动法令 我觉得我们之前很多讨论都已经 都已经认可这一点 它其实是一个过时的法令 不应该被运用的法令 甚至是应该被撤除的一个法令 所以如果这是测控 如果我们还坚持要去提控的话 站在一个比较捍卫言论自由 现代民主自由的这个角度来说 又似乎说不过去 我觉得其实两者都会有一定的难题 对于我们一个评论者来说 但是对于总检察长来说 或者是政府来说 我觉得其实很多应该是政治的考虑 如果他们持续的去检控的话 他们之前提出 这个检控本身不是来自于政府 而是来自于王氏的一种报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王氏如果是已经原谅的话 他们这一套说辞可能就不成立的 会不会他们是因为 为了不要让这样子一种 这种检控成为国盟的一种政治筹码 来在接下来日子当中 指着他们胡乱检控 而去测控 这就是有它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从政治的角面就是如此 如果从应然的层面 我说过 其实是处于一种两难 控与不控 确实都有它对于法律的一种伤害 那除了上路级之外 最近还有另外一个话题人 物也常常是因为他说的话 被大家讨论 被大家讨伐的 发表清真言论的无情团长阿克马 昨天就抵达了马六甲的警局 去接受调查 现场有大约50名支持者到场了 阿克马在自己的社媒是贴文表示 他不会道歉 而且他是直接点名说 跟subdate的国会议员 郭素晋在法庭间 其实这两起事件 如果我们放在一起的话 优权你是会联想到什么吗 我觉得两起都是尝试 以这种所谓的言论来去检控 这样子一个做法 如果阿克马被调查的条文 我看来看去 其实报章当中并没有说得非常清楚 但是如果他是跟郭素晋是一样的话 并不是用煽动法令 而是用刑事法典当中的 这个所谓的 如果没错是289 跟505 这些条款当中 他跟煽动法令 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 是在于他必须要证明 说话的这一个人本身 他是有意图要去伤害别族的感受 别的宗教社群那种感受 这意图的证明就有相当大的困难 我觉得两者方面 他可能尤其是郭素晋方面 我觉得他真的是提出一个 所谓的对一个政策的一种隐忧 阿克马本身 我觉得可能站在我们的立场 他确实有要去伤害 郭素晋的感受这一回事 但是是否会引发其他社群的一个不满 这个意图方面的证明 他就比煽动法令来的 没有这么的容易 如果政府坚持不用煽动法令的话 我觉得又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现实代来说 煽动法令已经过时了 所以政府不用的话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 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阿克马被叫来所谓的问话 比郭素晋辞了一个月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也是有人去施压过后 所形成一个后果 但是过后后果会如何 我觉得大家可以猜测得到 时间过去 大家看一看会不会有一些后续 好 那第二则新闻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待会儿回来 还有第三则的焦点新闻 不要走开 好 来回到 就有想要谈这个GISB 可能下一期 不同的组编的时候可以谈一谈 因为它整个过程都在国外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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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这个我看到就刚刚 Katty就讲的想要谈这个GISB的新闻吗 其实上一星期我们就有说到 GISB的新闻呢 最近它都是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它有点在跟进式的 就是警方做了什么 然后警方发现到什么样的一些调查 所以它很难有一个很大的谈词去跟大家分享 不过呢 接下来主编 蓝主编回来了嘛 对不对 蓝主编可能会有他的一些看法 对他看法可能会很不一样 我们就非常期待了 因为毕竟他整个月都没有在 然后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他会不会很痒 非常新的一个视角来给人家震撼一下 所以我们可能星期三 我就帮大家旁敲侧击一下 就请蓝主编 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个GISB的新闻 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如果大家其他的 呃 观众朋友也想听听蓝主编 谈这则新闻的话 可以留言 哦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screenshot起来 直接把蓝主编给带出来 然后叫他一定要聊这一则新闻 其实除了这两则新闻之外呢 呃 今天在呃 这个消除贫困 呃 研讨会 对 消除贫困研讨会上 其实首先阿华就有提到 在接下来的财政预算案 他们会做出了一些调整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可能会让富人的补贴 也没有这么多 啊 可能富人的孩子们 在上学上面 可能就会感觉少了很多的优势 那到底是哪些呢 这在接下来的11月18号 财政预算案 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哈 不过这个预告出来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感受是怎么样 你会觉得说 可能要缴学费了耶 对 就是富人要缴学费了 然后就啊 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上些政府大学 然后免费读书吗 会不会觉得好像 教育部就应该是平等的吗 李主编你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 还久了呢 我告诉你 其实上小学我们有缴学费的 其实我们都是缴给这个所谓的恰恰学费啊 等等嘛 所以还是有的 所以如果现在连政府方面也要缴的话 这个就可能就要 我看可能会有一些联谊了耶 OK 这个可能我们接下来 留待过后 留待过后再给大家 目前 好回到节目当中 来来来 第三者跟房地部有关的情况 surface 所以再来来 进行 词 词 词